這次法庭的裁決 是再三突顯香港的法治精神 對於宣誓是非常需要莊重的去處理 第二就是也都凸顯了議員必須要遵從基本法104條的要求 是效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和要擁護基本法 我相信透過這個案件的裁決是凸顯了這個要求 我們三位很高興看到這個撥亂反正的判決 我們香港社會可以重新踏入一個正常的軌道 我們香港社會的主要有一個正常的軌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